每次都是你主动是吧 对 那你这次为什么不主动哄人家 可能也是积攒时间长了 说白了就是哄烦了是不是 也不是实话 不烦 真不是烦了 就是 累了 他越来越 他一点都不知道改一眼 就是哄一次他过分一点 哄一次他过分一点 那改什么呢 就是他 你觉得过分你可以跟他说呀 你干嘛哄啊 说了那 当 不可能当面说啊 他也有什么事情 为什么不能当面说 当面说就开始吵 错了 当面一说就开始吵 我其实觉得我没有什么错呀 没错你来这儿干嘛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他这一个月为啥要对我冷战嘛 我觉得他 所以你还觉得他有问题呢 是吧 我觉得他真的变得挺多的 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就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呢 咱们也好了两年了 就我感觉你 我一直对你好 一直这样对你 你一点都不知道珍惜啊 你只是越来越变本加厉 我真的感觉挺累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觉得无助了是吧 是的 我问问 你们这两年多 家长也见了是吧 对 也就是说对未来 是有考虑和打算的 是吗 是的 你跟他求过婚吗 求过 出去玩 基本上每到一个地方 我都会跟他求婚 你这次去西藏求了吗 求了 去西藏在不少景点也求了 因为西藏那边 你这老球也不行啊 因为这个球生说白了 不是那种特别正式的 那种球婚业 就是只是想留一些东西 留啥 就是 你是拍了还是什么呀 对 有拍下来的视频 还有事带来了吗 有 来看看 看看怎么球的 今天 6月23号 对这个 雅鲁桑木江 和那个不知名的雪山 神的手势 今天6月25号 在巴松错 面对着这个神圣的湖 和这个不知名 而且有很漂亮的雪山 我呢 第二次给我的小仙女 鲁鱼求婚 好了 嫁给我 好 9月27号 在这个雯鲁桑木的最长 鲁鲁鱼的达拉举 给我的小仙女 现在要给求婚 好了 小姐姐 停 嫁给我 为什么 我 你说什么 我每天见 嫁给我好不好 好 现在 像我们小姐姐 那你往这边呢 传 call 让他们回大 他们找到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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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闹什么呢 不是 你闹什么呢 我有点晕 来 男生问问你的态度吧 你今天是不是想来分手的 不是 说实话 是不是有点受不了了 是有点受不了 是不是想跑 是 就是两年多了 哄哄哄 觉得老也哄不好 等于这次去西藏 人又累 对吧 对 然后事又多了一些 就总爆发了 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一个月 你不觉得低头低的委屈吗 姑娘 我真的挺委屈的 委屈你来这干吗 别搭理她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还今天跟她纠缠呀 舍不得吗 舍不得啥呀 就是想跟她好好在一起 没看出来你想好好在一起 跟网友在一起多好啊 还要骗人 我不敢说吗 为啥不敢说 两个人谈恋恋 连这个都不敢说 那就分手吗 就是因为她总管我 你不练她什么呀 惯着我 脾气不好什么的 她都比较包容我嘛 行 听明白了 所以呢 女生今天说白了 是想通过老师的帮助 让你男朋友 意识到你男朋友也有错误 然后回来 是这意思吧 不是 我也有想给她道歉的 我后面也有改正自己的脾气 可是就是她回来之后 这一个月 我去给她道歉也好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给她 发音机打电话也好 她就不理我 然后就一直在冷战 关键是冷战就冷战 她不跟你说分手 也不跟你说不分手 所以你今天要来个痛快的是吧 就肯定是不希望分啊 但是我觉得她至少给我一个态度呀 行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本券 小赵你好 你好 我问一下你大概这两年当中 一共是求了对 这个时候 都要是不安的 我会用了 但你不蘇来 是什么 不可能 这时候 玩的 这一点 我会用到 对 这次 小赵 你可以 我 对 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